而至于坐在15A的伤者陈亚娟 她是已经返家休养了 她的伤势不重 是第一位可以出院的受伤乘客 不过她的心情却是五位杂成 因为跟她同班班机 结伴回澎湖的两位妹妹 三个人同坐15排 但是却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陈家澎湖住处一片寂静 陈亚娟出院后低调不受访 遭遇空难 她是使命伤患中第一位返家休养的 身体受的伤不算大 但心理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 因为搭同一班机的两位妹妹 没能像她这么幸运 排行老二的雅婷 做房地产工作 公司上下弥漫一股低气压 连邻居看到新闻都以为是同名同姓 还用手机及时通讯软体 发出讯息做确认 但始终是没有读取 同样没躲过劫难的 还有两年前罹患血癌的 陈家小妹陈亚宁 经过药物控制 建许稳定 还在脸书上po文 说自己活着真好 无奈却过不了意外 这一关三姐妹相约回澎湖探亲 坐上复兴失事半计的同一排 如今却是生死相隔 让人不声唏嘘 记者